作为那鱼当红小生,吴蕾在事业方面始终是资源不断,可在情感方面虽然偶有绯闻传出,但本人从未正式回应过。 近日,他在采访中的一句话引发热议,依次暴露出他现在的情感状态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吴蕾爱人之谜吧。 首先,我们要回顾一下吴蕾在活动中说了什么。 最近,吴蕾现身新片宣传活动与影片其他主创一起接受媒体采访。 在当日的活动中,吴蕾身穿白色西服,整体造型俊朗有形,还略带一些熟男的氛围,与黑色系的胡歌正好相对应。 在当日的采访中,吴蕾表现健谈活跃,还透露出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信息。 当各位主创唱谈影片感受和人生感悟时,作为影片主演之一,吴蕾现实客气一番,笑谈他年龄伤小,体会还不是太深刻,而且这个话题也很难总结。 随后重头戏就来了,他直言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,就是和爱人家人一起就好。 貌似平平淡淡的一句话,但其中的爱人二字引发网友热议。 网友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解析,但大家均表示吴蕾这也太明显了。 认为若是没有恋爱,他绝不会这么说,而且早在去年生日时,吴蕾就许愿现在我爱的人,爱我的人,若不是正在热恋中,绝不会说得这么顺口。 网友调侃吴蕾肯定在内心演一千百遍,就是想象世界宣告他的爱人。 更有意思的是,当吴蕾在现场说完那一句之后,全场立刻陷入懵懂状态,哭歌也是满脸内涵式的笑容,嘉宾们的这种反应更是侧面坐视吴蕾的所言不虚。 这一消息一出,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,大家纷纷表示不敢相信吴蕾已经有了女朋友,还有些心思的声音说,我的男神被抢走了,吴蕾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,我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个事实。 当然,也有很多理智和善良的网友表示祝福和支持,他们认为吴蕾这么坦诚的提到爱人,说明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,并且很珍惜。 他们说,吴蕾是个好男孩,值得拥有真爱,吴蕾和他的爱人一定很甜蜜很幸福,吴蕾你要幸福哦,我们永远支持你。 那么,问题来了,吴蕾的爱人究竟是谁呢?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揭示他的身份呢? 网友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,开始从各种角度进行分析和推测。 其中,最受关注的就是女星向寒芝。 向寒芝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,曾经和吴蕾合作过。 据说,在拍摄过程中,两人也有很多暧昧的互动,甚至被目击过牵手、拥抱等亲密举动。 更有甚者,有网友曝光了一张两人微信聊天的截图,显示向寒芝给吴蕾发了一个亲亲表情,并称呼他为老公。 这一切都让人觉得,向寒芝很有可能就是吴蕾的爱人。 两人之前就传出恋爱绯闻,气缘就是因为一张聊天截图,有网友表示照片中的女星就是吴蕾女友,而那人正是向寒芝。 最后,又有余迹在线爆料称,两人在合作影视剧时就互动暧昧,还透露是男方主动追求女方。 不过,这些证据都不够确凿,也有可能是误会或者造谣。 而且,向寒芝本人也多次否认了和吴蕾的恋情。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和吴蕾只是普通的合作伙伴,没有任何超远友谊的关系。 他还在直播中明确地说,我和吴蕾没有关系,我们没有在一起。 他的这番话让很多网友感到不满,认为他太过决绝,对吴蕾不够尊重。 那么,向寒芝是否真的和吴蕾无关呢? 还是他有自己的苦衷,不能公开自己的恋情呢? 有些网友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,暗示向寒芝可能也有喜欢的人,但是不敢说出来。 比如,他曾经在微博上发了一篇签字文,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和期待。 他说,我想要一个能够陪我走过风雨的人,一个能够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的人,一个能够让我笑得开心的人。 他还说,我知道他在哪里,他也知道我在哪里。 但是我们不能说出来,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和压力。 这些话让人不禁联想到吴蕾,因为他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明星, 也许他们之间有着不为人知的印情。 总之,吴蕾爱人之名还没有揭开,我们也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。 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吴蕾的个人选择和隐私,不要过分地干涉他的感情生活。 无论他的爱人是谁,我们都应该祝福他们能够幸福美满。 同时,我们也希望吴蕾能够继续努力拍摄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,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感动。 而最近粉丝从2022年等到2023年,虎哥与吴蕾三搭的电影终于上映了。 虎哥对吴蕾肉眼可见的喜爱,他到底凭什么? 一、虎哥是谁,说一句古装美男天花板并不为过, 他是粉丝心中永远的白月光,在内娱的地位姿势不必说, 然而他偏偏对吴蕾青睐有加,各种原因粉丝如今才算知晓。 在电影不需此行发布会上,吴蕾几句话就把虎哥哄得喜笑颜开。 记者对于网友说你们越来越想有什么看法, 吴蕾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在路上,记者你觉得虎哥幼稚在哪? 吴蕾可能就是愿意跟我玩在一块吧? 四两拨千斤般的回答,幽默风趣怪不得深受前辈喜爱。 吴蕾对吴蕾的喜爱从一句话就能看出来。 在一次活动中,吴蕾看到吴蕾脱口而出而自, 甚至中段采访去拥抱吴蕾,他俩的渊源从何而来? 在拍摄我和我的父辈时,一场意外的出现把吴蕾吓得不轻。 当时吴蕾在拍摄骑马开枪的戏份, 他用力过猛,一不小心就把子弹的敌火给引爆了。 这一炸,他的脸差点被毁,全脸有70多个出血点就连眼睛都受伤。 吴蕾要求他赶紧去医院诊治,吴蕾的话让他感动不已。 下场之后,吴蕾反而承担了安慰者的角色, 他不停重复没事没事,甚至还觉得影响拍摄进度给吴蕾道歉。 他坚持拍完才去医院处理,他的敬业态度给吴蕾留下深刻印象, 而他之所以这么拼,与他的母亲脱不开关系。 二,从小吴蕾去拍戏都是他母亲带着, 家里条件不好,母亲带着他受了很多苦, 他暗自发誓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尊敬他妈妈, 所以他越来越拼,想让更多人看到他。 这是他五岁时就懂的道理。 吴蕾五岁那年冬天,他需要穿着肚兜拍摄下水戏, 浑身上下被冻得通红,但他从未想过放弃, 让妈妈过上好生活已经成为他内心的执念。 但是这一路走来,母亲让他吃了不少苦头。 吴蕾的母亲毕竟不是专业人员, 他对吴蕾的职业规划没有很明确的认知, 导致吴蕾接戏风格不定,并且演一步扑一步, 尤其是2020年冯沙事件对吴蕾造成不小的影响。 在单改剧盛行的年代,吴蕾的母亲也想让他乘上东风, 由腾讯牵头的张公安定下吴蕾担任主演。 然而由于资本的介入,大男主变为双男主, 吴蕾方无法接受导致合作失败被扬言封杀, 由此一场针对他的阴谋就此展开。 出道以来没有黑点的吴蕾被狗仔针对, 一则顶流恋爱的新闻悄然冲上热搜, 事件的主人公正是吴蕾, 一时间争议扑天盖地而来, 事实的真相真的是如此吗? 对于网友对吴蕾的恋情质疑, 他立马做出澄清, 原来神秘女子竟是他的亲姐姐, 谣言不攻自破, 舆论纷纷倒戈, 而舆论之所以能转得这么快, 与他平时的表现分不开。 三,吴蕾为了拍戏下的功夫, 一般人根本做不到, 所有人都知道风神剧组闭关两年练习马术射箭, 却没人知道吴蕾的马戏也都是直接拍摄的。 在大多数小鲜肉还在坐摇摇车拍马戏的时候, 吴蕾早已凭借自己的实力震撼了刘嘉玲, 肥身上马,拉起马头指步, 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, 吴蕾也能一秒起身进入状态。 除此之外, 吴蕾的身世也为他加分不少。 在有人看到女星摔倒偷偷嘲笑的时候, 吴蕾早已把对女星的尊重刻在骨子里, 和女星一起走红毯时, 他会主动搀扶。 拍戏之余, 打挡泰勒躺下休息, 他会主动帮忙盖上毯子。 在综艺中, 他会主动帮姐姐挡住飞来的攻击, 他会帮忙, 但从不会去夸大营销。 在一次发布会上, 主持人说话时轻轻咳嗽, 吴蕾立马注意到并且拿起身边的水滴过去, 甚至还提前拧开瓶盖方便对方直接喝。 与此同时, 他还嘴上不停地说工作, 关心他人已经成为他的本能。 旋风少女上节目宣传, 和炯说剧名是少女, 来的却都是男的。 吴蕾快速反应指着谢娜说, 少女在这儿呢。 此时, 他只有15岁, 和谭松运共同接受采访, 记者反复提及9岁的年龄差。 谭松运明显不太开心, 吴蕾直接帮他兑回去, 对, 我15岁, 谭6岁, 让记者直接闭嘴。 在内娱逐渐阴柔化的现在, 像吴蕾这样的硬汉笑声很是稀缺, 有人擦破点皮搞得像生理似别, 有人真的受伤却坚持拍摄, 高下力叹。